我叫小猫,出生于土耳其的一个小镇上 我和四个猫美如花的姐姐由于父母过早疑似 同奶奶和叔叔生活在一起 这天,我们告别了即将离开的老师后 便和几个学校的人生一起去海边玩骑马大战 我们玩得那是开心的不得了 还去到树林里,摘野果吃 而我们回到家后,却遭到了奶奶的一通训斥 说我们干了丑事,不知羞耻,让全家人蒙了羞 原来是村里的大妈向奶奶告状 说我们和几个男生玩着不检点的游戏 还去了树林里,破坏了小镇的传统风气 我和几个姐姐试图反抗 但却被奶奶拉到房间暴打了一顿 晚上叔叔回来后,更是对着母亲大发雷霆 说是母亲给了我们过多的自由 才导致这件丑事发生的 为了不让我们玷污家族的名誉 我们几个被带到医院,做针钞检查 得知我们全是处女,才让全家人安了心 事后,我们被关进了一间杂物房里 奶奶还收走了我们,可能联系到外界的东西 奶奶为了让我们将来能嫁出去 不仅给我们退了学 还逼着我们开始学习各种家务烹饪 奶奶还请来宗教礼仪老师 让我们穿上严肃保守的女性长袍 而禁锢对我们几个比较野的女孩来说 只会让我们更是贪图自由 大姐更是冒着生命危险 顺着水管爬下去 和喜欢的男生偷偷约会 我还是一个自身的小球迷 这天,我怂恿几个姐姐带着我 搭乘了一辆货车去球赛现场 观看激动人心的足球比赛 但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家里的人在电视直播中 发现了我们的身影 回到家后,又是被奶奶一顿暴揍 第二天,奶奶还请来了工人 家高了围墙,封死了窗户 成了一个不择不扣的家庭监狱 大姐和二姐只能在铁丝下享受阳光 之后,奶奶和叔叔为了让自己省心 便开始筹备大姐和二姐的婚事 虽然说是相亲 实际上就是没有选择权的结婚 只要男方看上了女孩 便可完成相亲 大姐还算幸运的 因为在她的强烈的反抗下 她成功嫁给了她喜欢的人 但二姐就被吹许多了 她被随便嫁给了一个陌生男人 而在新婚之夜时 因为床单上没有落红 就被男方的人怀疑二姐的真结 还非要带着她去医院进行检查 还好在医生的证明下 二姐才证明了清白 按吞完大姐和二姐的婚事后 奶奶又开始找手操办三姐的婚事 而三姐却在结婚前做出了胆大的反抗 她在光天化日之下 随便拉了个路人玩车证 饭桌上更是不顾叔叔的训斥 做一些小动作都不开心 被夏丽回到房间后 只听到一声枪响 三姐用自杀来代替反抗 然而三姐的死并没有改变什么 我看到眼前的一切 决定逃离这个压抑的地方 于是我还开始积极准备策划起来 偷偷跟货车司机学习发动汽车 偷偷找到房间的天窗 在四姐出嫁的那天晚上 我将所有人都关在了屋外 自己和四姐 趁她一开着叔叔的车逃了出去 并在货车司机的帮助下 我们坐上了前往千里之外的伊斯坦布尔的客车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小猫的不要忘记关注哦 小猫的不要忘记关注